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看 你看那個高階 他鞋子就拍掉 我們就是會跟他說 三秒鐘要快耶 其實還是會擔心 就是他們可能有尺痛 然後針就飛出來 那你們有帶什麼法寶嗎 來哄他嗎 我們有談過 我不要 我不要的朋友 拜拜 爸爸 中正紀念堂大型兒童疫苗戰 開打第一天 也是親子反目 喔不是淚目的大型痛哭現場 在小朋友眼裡 今天那張椅子就是不愛坐 兒子來你坐 不爸爸您坐您坐 今天別孝順了 孩子叫你坐你就坐 姐姐我OK你先上 不 妹妹 我更OK你先上 媽媽說都別推了 剪刀石頭不 學校有 但是沒有具體的時間 想說太久以後 孩子會有點擔心 畢竟這麼多人 也就是在網上預約 也怕蠻多家的 那你的苦口都沒有 對 秒殺吧 一秒鐘就沒有了 不過台北市議員 許舒華之一 截至5月28號 台北市5到11歲 第一劑疫苗接種率只有14% 是全國吊車尾 台北市政府反擊 亮出了數據 要許舒華 別活在過去 5月5號 兒童只有成人 莫德納可以打 26號 BNT兒童疫苗 開始加入 當時莫德納累計 打了13476人 BNT只有1591人 核佔10% 31號呢 莫德納累計 14219人 BNT集起直追 累計衝上了 42615人 核佔比拉高到39.6% 那到最後一天 就52.67到6月3號 台北市5到11歲 所有想接種的 都可以接種完畢 畢竟我們台灣不是 集權國家說 小朋友坐來不穩 青紅皂白全部打 我們是要同意書才打 其實我覺得在小學階段 大概50%的施打率 大概就是世界標準 要買完寄給他 你跟他講是不是有答應他 要買什麼 要買魔形戰隊 爺爺孫子打勾勾 不流淚交換魔形戰隊 千方百計只有為你 親親寶貝 你是平安的 無敵鐵金剛 太棒了 比個業 華視新聞 黃米蕙方晴年太報道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 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面